今天要来说的故事是可以吃的植物 这是一本关于植物的绘本 那因为可以吃都是一些 一些平常我们可以吃的蔬菜类 所以哥哥也很爱这一本 那这本可以跟小朋友一起学习 平常我们看到的一些蔬菜瓜果类 都是怎么长出来的 像这一页是关于甘蓝的种子 葱的种子 茄子黄瓜西瓜 碗豆花生胡萝卜马铃薯干薯 它原本是从什么种子或者是牙眼幼苗 然后长成那个完成品的时候 是长成什么样 那个本来一半就变得很大 对好你小心不要挡到 那这是用马铃薯可以用一个牙眼 长成这么大的一个马铃薯 然后干薯的话用一个幼苗 变成这样的干薯 这些都是生长在菜园里的蔬菜 小小的种子怎么样可以长成可以吃的蔬菜 你看过吗 下面就请你一样一样的看下去吧 那个下雨的时候还是 那个胶水就会长出来 对这个甘蓝呢 就是我们常说的包心菜或高粒菜 可是一只一只下雨的话 就会变成一个大树 真的一只只小 可是有时候下太多还会烂掉 你看它原本是这么小的种子 它最后这样慢慢的长这么大 这样子这是包心菜 我们常吃的包心菜 高粒菜 然后葱的话也是从这个小小的种子 可是那个没有离它 它也会自己长出来 对 葱的话像雨伞一样 然后葱的心会结出一个种子 好像是一个 好像是一个破雨伞 对看见一个破雨伞没错 然后茄子的话它原本的种子也这么小 然后后来它就慢慢长这样 它就像这长在一株 一株这个茄子 像小小的这个上面 然后茄子和番茄是属于同一种类的蔬菜哦 黄瓜 你看这个黄瓜呢 它长着有小小黄瓜的部分是雌花 然后不长小小黄瓜的是雄花 然后因为花有两种 然后那个熊花是不会结束过 熊花就是男生的 然后雌花是女生的花 它才会长出黄瓜来 你看这黄瓜 西瓜 西瓜它也有分虫花或雌花哦 它长在雌花上的小小西瓜 会变得好大又又大又甜 所以有不同的 它不同的花会长出不同的果子来 那西瓜看起来好好吃哦 嗯好想吃西瓜 快点 嗯到我阿瓜阿嬷这我想快点到阿嬷阿嬷这吃西瓜 好啊其实日本也有西瓜 就是现在不是季节而已 那豌豆呢 豌豆我们把花瓣掰开来看 会有像豆莢一样的小东西哦 然后有个部分慢慢长大 会长成豌豆的豆莢 这些就是豌豆的 我拍豌豆今天长这样 然后花生 花生开的是黄色的花 黄花枯萎以后会长出像根一样的东西 然后钻入地面 然后呢慢慢钻下去它就变越来越大 然后这就变成花生 为什么 猫一定要有毛呢 我也不知道 好 胡萝卜 这是我们吃的胡萝卜哦 你看它这长在下面 嗯 它上面有这个花 然后下面会长出这我们吃的根 我们平常吃的是胡萝卜的根 嗯 然后呢再来马铃薯 马铃薯和其他蔬菜不一样 它繁殖的时候它不需要用种子 它有有 只要切一小块下来它有牙眼 然后它就会慢慢埋在土里 它就会慢慢长长长长 妈妈小时候也有种过马铃薯哦 其实还蛮好长的 可是要一直养下去 就有点麻烦了 一开始长出来还蛮容易长 然后甘薯就是地瓜 那那个 就是我们烤番薯啊 GEMO的那个就是 然后它和马铃薯一样 它不需要播种种子哦 只要把甘薯上长出的幼苗剪下来 然后插在土里 它就会长出根 那有些根会 这些根慢慢吸收养分 长大之后就变成这个甘薯 好好吃的我好喜欢 然后呢 我们知道蔬菜也是植物 然后我们吃的就是这些植物的根 荆叶果实或种子 你还想吃什么食物植物呢 我们还有吃哪些 梅莉耶 还有哪些植物是可以吃的呢 啊冬瓜 好想吃冬瓜哦 日本是没有冬 很少见冬瓜 还有苦瓜 我想吃苦瓜 很苦 好好吃啊 好想吃 这就是可以吃的植物 嗯 可是我想吃冬瓜汤